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东西 任何的事物包括人都有缺点 特别的厚 跟小被子似的 棉花的密度也是比较高的 看一下门本身 整个的制造工艺是一个冲压式的门 旁边并没有看到碳缝 它为了美观用胶布的形式 把里面这一个边进行了一个包裹 对于一款售价已经达到40万的坦克500 还用这种胶布的形式有点说不过去 门脚链上下都是锻造式的门脚链 包塑型的下煤气 依然还是比较老的那种塑料的防潮膜 这种门还是比较偏日系一些 塑料防潮膜之上还是有一层额外的隔音棉的 刺开之后会看到有一个圆管型的防潮梁 大概是这样一个角度 然后加强筋有一条是在上面 那圆管型的防潮梁又是比较偏于日系的一种制作工艺 欧洲是比较喜欢用U型梁或者是W型的防潮梁的 加强筋也是比较宽的 因为它的门板是比较大的 这台车它用的是普通的这种塑料薄模式的防潮膜 所以它也并没有相应的气压式的传感器 好 这就是前门的这样事 那么现在去后门看一下 后门的话先看一下门的内饰板和前门一样 也是非常大面积的新棉 并且是一个原生棉的形式 也是非常厚的 后面的门的情况跟前面几乎是差不多太多的 整个是一个全框的形式 就是一体冲压的形式 向下的门脚链都是锻造式的门脚链 防潮膜的顶端这一块是露出来的 很明显它是捏了一下 另外一侧在这一块同样有一个类似的工艺 就是把膜稍微的捏了一下 展开以后会发现整个防潮膜 是要比现在的这个位置多出大概三四公分的样子 下边这块是有门板的一个装配孔的 里面是有卡扣是要卡在上面的 我把它展开以后所有的这些卡扣的口都是装不上的 当然我们也是好奇心 说这个门是这样的 那另外一个门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 让我们现在带小伙伴去看一下 现在我们会看到这一侧的防潮膜 我们是没有动过的 同样看到了脚的顶端相同的距离 相同的位置有一个褶皱 那在另外一个位置 这一块同样有另外一个褶皱 这件事情就说明整个的防潮膜的确做的大了一点 那我们把防潮膜打开以后 是有一根防潮梁加一道加强筋 防潮梁的角度基本上是这样的 加强筋靠上一点也是比较宽的 是在这样一个角度 后门也是贴了大量的指认板 至少是四块 前面也是差不多的 同样也是有定期交情的指认板 包括说理性式指认板 好 这就是后门的这点事 那么今天去看看后排钢板到底有没有 我们去看一下 首先看一下第二排 打开之后会发现有一个非常完整的钢板 无论是这边的座椅和另外一次的座椅都是OK的 重点是第三排 因为很多车的第三排座椅的后面都是没有钢板的 那这台躺个500 我们把旁边掀开来 第三排钢板也是有的 所以说这台车无论是五座车型还是七座车型 都能够比较好的保护后排的乘客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好 钢板就跟小伙伴去聊到这 我们去看看地板的天成物到底是如何 我们去看一下 好 来看一下地板的材质 地板下面还是有非常厚的发炮型的天成物的 金表里面会称为原生的一种形式 地毯是很厚的 并且是很硬的 脚感还是OK的 不会有那种软塌塌的感觉 中间这一块也是有一个比较厚的防烧膜 我们还发现地毡是由两块拼接而成的 缝隙是用工业马钉钉上的 因为这种车的地板的面积都比较大 因为一块做不了 只能用两块来拼一下 大线的话包裹的也是非常的规整的 也是非常密的一种形式 也是用布机的形式去进行缠绕的 接下来依然是用我手上PPM的仪器 去测试一下半定量的测试 在我们仪器上面显示 顶棚的甲醛释放量是0.04毫克每立方米 地板释放量是0.104毫克每立方米 座椅是0.052毫克每立方米 好 这就是半定量的测试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车内空气甲醛和TVFC 到底如何呢 我们去看一下 好 现在就到了车内甲醛和TVOC释放量的这样一个测试环节了 明天还是老规矩 我们先看一下甲醛 用的是分世纪分光工作法的方式 这跟我们之前测试是一样的 当然我们的车也是和以往一样 都是要二三度上下一度 恒温静置16小时之后 再抽取等量的10升的空气 和分世纪相融合 最后在我们一期上面显示的数据 是0.162毫克每立方米 好 这就是这台车车内甲醛释放量的一个测试 当然最近也是有很多热心网友 说你们的测试不是国标 首先第一点 拆车也好 包括说测试甲醛也好 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我们是国家标准 但是我们的测试方法 每一个车我们都是按照同样的环境 同样的方向方法测试的 就相当于什么呀 有一天你去面试 你去找工作去 面试官每一个人发了一个答题卡 可是你真的是不太适合这个工作 不会写这怎么办 这实在是不会 你就派出的跟面试官说 你这个符合国家标准吗 你凭什么对我们进行测试 面试官说了我就是一个公平的测试 每一个人的条件都是一样的 您学不好抱歉 您回家接着学去 您是不是学好了 参加这个公平的测试 您合格以后 您能够拿到这一个职位 或者拿到这一个工作 否则的话 您就回家去啃老去吧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呢 我们的测试是一个公平的测试 我们从来没有说过 我们是国家标准的测试 这个是两个完全不一样概念 希望呢大家能够明白 行吧 这就是甲醛的测试 当然呢 紧接着呢 我还是会对我们这台车的TVU-C 进一个相应的测试 那具体什么样呢 我们去看一下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这台车TVU-C的生物量 当然我们的车呢 和测试甲醛是一样的 同样呢 要二三度上下一度 和闷静置十六小时之后呢 抽取相应的空气啊 最终呢 在我们机上 显示数据呢 是1.45毫克美麗方米 TVU-C这个东西吧 也是对身体非常有害的 也是甲板类的有机绘化物 尤其是对身体的粘膜的刺激性呢 也是比较大的 当然呢 我们最终的甲醛也好 还是TVU-C也好 释放量的数值呢 都会在我们的公众号的文章内 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表 可以看到在横向对比的情况下 这台车它的排名到底是如何 好 这个是我们最后的一项测试 接着呢 我们会回到车前 看看这台车 在今天这个环节呢 得分是多少 以至于在我们的积分榜上面 这台非常载车身硬派越野的坦克500 它的排名到底是如何呢 我们去看一下 好 那么现在呢 就来总结一下 这台车在今天这个环节的得分 那么仍然还是老规矩呢 再说今天得分之间呢 先回顾一下我们前两天的分数 那首先呢 这台坦克500 在前后防撞梁的部分 在满分61分的情况下呢 它的得分呢 是26分 底盘的部分 在满分55分的情况下呢 它的得分是32分 那在今天前后门内防撞梁和甲醛 这样一个环节 满分46分的情况下呢 得分呢 是29分 当然对于今天这个环节呢 其实坦克500呢 整体来说表现还是不错的 钢板都是齐全的 那无论是5座也好 还是7座也好呢 都是有相应的钢板的 并且呢 头枕呢 也是比较完全的 行吧 这就是今天这一个小小环节呢 那我们回到我们的金风榜上版 看看这台坦克500 咱们的金风榜上版 它的排名到底是多少呢 我们去看一下 好 那么现在呢 就来公布一下 这台坦克500最终的得分 2022款坦克500 这下成绩呢 是54.25分 拆车成绩换算为 百分之以后呢 是54分 同样我们还是按照 25%和75%的 这样一个关系式呢 去进行计算 那最后的成绩呢 是53.84分 这就是这台车 在我们金风榜上的情况 那最后呢 还是和用警钟时间的 跟小伙去唠叨一下 这台坦克500到底谁更适合一些呢 包括说它的一些优秀点呢 这是什么呢 我们去聊一聊 当然呢 外观还是老话 既然见识 当然不否认呢 坦克500的确看起来是非常的霸气的 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车 这么大的一个车呢 驾驶过程中的确有一些相应的麻烦 就是停车呢 是有一些麻烦 如果说这个新手的话啊 还是要多磨练一下的 内饰这一块呢 依然继承了现代主流的一些设计 因为现在供应商呢 都是很完整的 基本上呢 是应有尽有 当然呢 开起来的话呢 第一呢 它是一个非常载的车身 第二呢 自重呢 是比较重的 基本上将近一个三吨的自重 是一个偏向于越野呀 包括说穿越呀 走烂路的这么一个形式 所以呢 在公路驾驶这一块的性能来说呢 就和我们日常啊 说看到那些公路型的SUV呢 差距还是挺大的 如果说你在这台车上 想找一些驾驶路感啊 包括说什么特别好开啊 什么游刃有余啊 这种感觉 在这台车上 在这种铺装路面上面呢 是不太容易找到的 你要非说这个车就是特别好开 比宝马都好开 那我也拦不住你 因为这毕竟是一个个人感受 那我仅仅的是 在开过这么多车里面 把这个车在铺装路面 找一个相应的位置 当然还有油耗的问题 自重将近三吨 而且呢是一个3.0升V6 双涡轮增压的发动机 因为现在油价吧 蹭蹭蹭的往上涨 以我的这个驾驶的环境 40%的上下班 50%的高速 10%的越野 油耗数少将近18个油 而且呢这台车的油箱 是非常大的啊 这台车呢是要加95号油的 加满一箱油的话 将近800块钱啊 所以说呢大家呢 在心里面呢有个数 当然呢优点呢也是有的啊 在非铺装路面 因为它毕竟是非承载的车身 四驱系统 还有差速锁等等一系列的啊 就是我们一般看到的 穿越这种路面呢 都是可以通过的 当然了拆开之后呢 其实和传统的非承载车身的车型 是相似的 因为基本上就那些东西 总体的架构 包括说材质的应用 除了前防热梁除外啊 人家H9还是个铝盔金防热梁的 这台车变成了一个 双层棍压钢板的一个形式了 剩下的东西跟H9是差不太多的 优点呢跟缺点呢都是有的 其实到这呢 基本上小伙伴啊 在内心里面呢 应该就会有一个大致的印象 到底谁呢会更适合这辆车 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东西 任何的事物 包括人都有缺点 都有优点 之前啊后台呢还有留言 在你嘴里面好像就没有好车了 有种你去评测一下什么兰博吉尼 有本你去评测一下 劳斯莱斯看看有没有缺点 这些车照样有缺点 这一个东西 包括说这一个车也好 一定是适合不适合你 而不说是完美不完美 其实很多厂商呢 包括说很多舆论啊 就是在说这个产品的时候 不是在造产品 他们不是在说产品 他们是在造神 会把这个东西说成像神一样 当然啊 我没有指你是长城 是什么奇瑞 什么比亚迪啊 我没有指啊 小伙伴们不要去胡思乱想 其实我们在做一个视频也好 再去评测一个车也好 仅仅是站在客观的角度 把这辆车的优点和缺点 明明白白的摆给大家看 然后大家再根据自己的需求 去想这台车适合不适合 但是呢 往往是这种实话 让那些把产品看作是神的人 很难受 因为在他们的心里面 不能有缺点的 所以呢 他们用自己的能力 用自己的方式 包括说用舆论的形式 让我们闭嘴 甚至于去删掉我们的视频 当然了 我们其实一个小小的自媒体 我们没有什么多大能量 我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 就是说点实话 当然不否认 那些人有权力 有能力 让我们闭嘴 删掉我们东西 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说说实话 对于我们而言 有很大的影响吗 没有那么大影响 对于我们而言 就是我们这期内容 没有了 对吧 我们还可以去做别的内容 当我们都闭嘴了 那那些真正的车主 出现问题以后 你们还说得出话吗 今天的这期呢 就跟小伙去聊到这 一定要点赞收藏下视频 因为视频的哪天就没有了 今天呢 大飘车就跟大家聊到这 我就是那个 不用看别人的颜色 自己车自己做主 打电话 但也是那个只会说 真话打电话 那么下辆车再见 拜拜